哈囉大家好我是片芬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第三次更新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它這個遊戲真的是太過於殘忍了 我沒有想過一款遊戲可以更新成這不得性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寵物系統 反正這個部分也已經知道了 然後就是一個新的一個能力 我們等一下進去遊戲裡面看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保衛時空 保衛時空的話這邊也有說就是 9點的時候會進去 然後一樣是世界BOSS的概念 你就是進去然後掛機然後打上去就對了 那改版內容的話是寵物系統56級開啟 然後我們可以從元素祕境中獲取寵物捕捉箱 之前的話元素祕境不能拿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不知道在裡面打什麼 因為裡面你說效率特別高嗎 好像也還好 還是說其實我不會打 還是我的機體不夠 那現在的話至少元素祕境有這個東西可以去打了 那這個東西的話至少讓你的寵物還有一個 應該說讓我們還可以再有一個強化的地方 然後該道具箱打開也可以獲得各種品階的抓寵道具 跟養成道具如果還不滿足的話 千萬也不要錯過幸運盲盒的活動 有機會獲得手之王蟲虎王 等一下來看一下 然後再來是保衛時空這個是9點開始 然後持續15分鐘的傷害比拼 那就應該跟世界BOSS是一樣的 然後該活動將以伺服器的總傷害排名進行排名 最終可以領取對應的排名獎勵 當BOSS被擊殺死或是本服的傷害達到一定百分比 也可以獲得額外的獎勵 所以等一下也去稍微的瞄一下 哇那伺服器這個遊戲又是滾服 那其實會滿殘忍的你知道嗎 然後等於是爸爸每一個伺服器 一群爸爸之間的比較傷害 因為一個爸爸可能就抵過好幾個小客無客的樣子 然後那再來呢是本次優化項目 這邊就真的有點誇張了 降低刺客使用音速投擲的藍耗 欸這點應該大家最重要的 結果呢我們直接看一下最後的部分 本週維護將會對音速投擲這個技能做SP的下調 然後呢從10等的藍耗呢下降33% 也就是呢從原本的75變成了50 我覺得可能刺客也沒有聲音了就對了 我剛剛開播了一下好像也沒有刺客的聲音了 從先不管這個33%怎麼樣 至少也要對比我們2連死的這種狀況 2連死原本一發是20還是30 掉到7%剩下7 那我們的降低的%數是來到 只剩下23% 對只有23% 而這裡呢還有66% 就算你用23%好了75乘0.23 也要17 17的話其實也已經有點多了 那你現在降到50 我完全懷疑這個遊戲的人真的有玩過嗎 不然就是他只能夠用以爸爸的角度去看 因為爸爸如果用那個那個法老王卡的話 欸是可以有體感上的差距 但是如果可以降到底的話其實法老王卡就不需要 我真的不知道 對這個樣子按照刺客在遊戲裡面那個咻咻咻的聲音 應該是還是沒有辦法光靠喝水喝得上來 那個水一定是噴到一個爛掉 以這個數量而言可能不僅沒有賺錢 可能每天你只要放技能的話都還是虧錢的狀況 好就有點殘忍 然後這個的話是已經實裝了 欸就是在月卡的部分來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在月卡的這個地方 他這邊有說開通後野外掛機的卡片是可以交易的 其實我覺得不如改回去原本特權的方式會比較好一點點 欸真的是對改成特權吧 改回去吧別這樣子 然後其他調整內容部分剪體字的部分 然後自動掛機的藍水判斷 這個除了刺客以外我相信其他職業應該不太需要了 欸沒錯然後修正組隊換線跟換設備隊伍異常 就也蠻麻煩的 如果你有卡住的話會導致你會卡在一個隊伍裡面 可是你明明沒有隊伍 然後修正其他職業技能 轉換成獵人職業和無法製作艦 那這邊的話呢也在商城這邊有寫了啦 就是我們的ZANY的地方多了一個職業職業的地方的話呢 初級元素箭矢手冊在這邊就可以買 你其他職業好像也可以去買然後也可以去做 但是沒有任何用途就對了 然後這是我現在更新才注意到的啦 其實聽說上次更新就已經有了 原本一萬塊現在只要一千塊 讓我們呢現在可以多了25點的攻擊力 那你說25點攻擊力有用嗎好像也沒差 因為他這邊只有提升普攻傷害而已 如果他提供的是技能傷害的話 可能會再更香一些些可能就會過香了 可是我還是有裝啊 我最後還是選擇裝上去的箭矢 好那再來呢是我們的邪惡使者音速投擲時 沒有產生實際傷害的問題真的假的 所以其實我們獵人我那時候用 二連死在用黑蛇卡的時候 有人也有說這句話就是你其實會觸發 但是傷害呢是不會真的上去的 而且他全部也疊在一起所以老實說也沒那麼的好看 所以我也沒有去插黑蛇卡 那黑蛇卡的話本身應該也不會有那個觸發 二連死應該也不會觸發黑蛇才對 因為他說的是普通攻擊 那我們二連死的話是物體攻擊或是造成傷害 那個是不一樣的兩件事情 然後呢是修正因職業切換而導致重複佔據排行榜的問題 更新前的排行榜不會移動 有啦對如果你本來就是排行榜前面的人職業 你換職業的話你很像在舊的排行榜裡面還是會在那邊 然後呢調整空手狀態下的技能延遲效果 來我們這邊稍微的瞄一下下 我們這邊能做的大概就是放上了那個閃電衝擊 難不成說又可以這樣子的玩法嗎 現在好像沒什麼想法就是玩就對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閃電衝擊 我們現在用的是有 好大概這種感覺這個速度 那我們把那個裝備拿掉 卸下 好更慢不可能空手了 空手流派是也完全消失了 這個也沒什麼好說了 來走吧我們繼續來看一下下一個 結榜時新增文字說明 進階過的裝備無法使用結榜 喔就是那個原本20等的裝 或是那個塔奧的那個技能裝 然後呢裝備進階後呢說明不可上架交易行 就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因素投資呢剛剛有問過觀眾 原本是30%現在呢也改成只有1% 之前在開箱刺客的時候很像也有人都說 對這是哪來的勇者竟然改把刺客的技能給他拉到了10 10等因為那個爬數實在是太盆太盆了 而且爬數人家也沒有那麼的香 然後再來呢喔這個是最扯的 對他說啦他的Zanny的部分會從許願池那邊去改善 結果呢他改善的部分是還是要你花紅鑽 其實整體而言你說有改善嗎 對於爸爸們而言應該是有啦 因為你可以用紅鑽荒字換到更多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中小無客的而言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想花錢想要白嫖啦 對啦我們就是想白嫖的情況下呢 從原本的20次變50次的話 那就完全沒有任何的差別 他的機率呢也跟之前是一模一樣的 來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他的許願池 一樣是20賺2萬塊然後次數變成54 然後機率的話呢也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但是你只改這邊的次數 但是上面的禮包卻沒有去額外的調整感覺 這邊也應該要調整吧不然你拉到50次了 我等於是少了一包少了兩份少了一整份的這個東西 感覺會有那麼一點點的虧啦 如果今天是爸爸的話 但好啦如果今天是大爸爸可能不會care這點 但我覺得還是有點痛 好再來呢是我們的七日通行證的部分 玩家通行哇這個通行證其實硬要講的話 這個遊戲通行證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貴你知道嗎 然後七日通行證的地方是可以就跟之前一樣啊 然後一次是250塊然後最貴最貴的話呢 是傳說自選手冊但是這一次 他的通行證免費的話還不錯 真的是史詩級的buff 就是呢他除了給你等一下盲殼券可以抽的東西以外呢 還竟然給你了這個呢黑精靈之鎚 我的天啊免費送耶OMG 然後呢還在送你了一個受祝福的礦石 哇如果硬要講的話呢 我們一個禮拜可以這樣子拿一顆拿八根 欸這個還不錯啦欸至少你有免費送欸至少你有免費送 但是那個卡片的話呢還是只有這些而已 有一點可惜啦然後價格一樣是來到950塊 那下面的話呢你也可以拿到受祝福的礦石 這個我有點忘記原本有還是沒有了 但是上面可以免費拿到真的是很香很香 應該看得出來我的講法很香是指的是什麼意思吧對不對 好再來是七日簽到活動 來一樣我們再去看一下七日簽到遵享簽到 那這一次的話呢是寵物的部分啦 所以他這邊送一開始就送你一顆蛇女醫師的蛋 然後呢又送你了沒有這不是送的 這是盲殼券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90元才可以啟動 然後再多送你一個錢錢 之前的話好像只有錢錢而已 現在等於是多送你了原本的東西以外再給你的錢錢 所以原本而言只有上面這個東西而已是不是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然後呢這個是我們的經驗池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是技能果 用於提升寵物的專屬技能和進階技能 然後最後的話呢會再送你一個地畢特地龍的寵物蛋 這邊下面也給你一顆 前面的話直接給你升一等就對了 那寵物的話我們等一下再來給他看一下 然後我們繼續給他開下去 好這個七日簽到也完了 然後再來是王者之巔 王者之巔的活動的話 在這個位置打開來就可以看到了簡單的說呢 就是傷害排行 其實又是一個類世界boss的地方 其實換句話說 這大概是可以測秒傷的地方 不過也難測啦 因為他這邊還有那個激勵的部分 如果你每次激勵不同的話 其實秒傷也不太能夠測 但是大概可以知道說 每個職業現在最誇張的爸爸可以打到多少的秒傷 因為他這邊都不給你藏的 都完全不給你藏 而且他還是世界排行耶 真的假的 這根本就是給爸爸玩的遊戲啊 玩完全全啊 那我的排行獎勵的話 我是第155名 本週傷害是來到了100多萬傷害 150名這邊是完全跟我沒有關係的 我這邊唯一能達到的就是 我們的副本獎勵完成60分 每一天都可以打兩場 我還可以再進去嗎 不行就不能再進去了 而且他時間也有限制 所以時間限制這個活動也就結束了 OK來繼續 當作沒看到這個活動 然後呢是我們的幸運盲盒 有了 就是這一次的課金轉蛋的地方了 簡單的說呢 他就是來給你抽虎王寵物蛋的地方 那這個機率是來到多少 這個是保底啦 保底的話 他這邊有說是傳說品質是只有0.5% 史詩品質是4% 精良品質10% 普通品質85.5% 那我們抽一次要多少錢呢 抽一次的話呢是20賺 20賺的話是10塊錢 那換句話說我今天如果要保底的話 要抽1800次 我抽一次10塊錢 所以要18000塊 其實硬要說的話啦 我18000塊就可以保底出一隻虎王 好像以其他遊戲而言好像還挺不錯的 但是這個遊戲要知道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寵物的系統部分 他的進階呢不單單是只需要一隻喔 像我這一隻一開始在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有掛元素秘境的話是可以拿到比較多 就已經可以掉這些物品了 然後我有打到比較多東西 那我這一隻玻璃呢是已經進化到二階 但是你進階上去的他的材料要消耗的更多 我不知道王寵會不會比較少一點點啦 就像那個合成金卡是一樣的 但是呢 欸一隻也只不過是拿到而已 而這隻王寵的能力呢好像也有一點尷尬 然後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吧 有爸爸有拿到啊 他說虎王真的是超爛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上陣時呢要主人的血量低於30%的時候 才會使主人的物攻提高 寵物的基礎值的物攻乘於50%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寵物的物攻就可以變成了1800% 丟到主人身上 而且硬要講的話 其實他說他難用嗎 但是他確實很強 因為他是直接常駐增加1800 但是呢誰會把血量壓在30% 應該說又要怎麼壓 我該怎麼壓 很像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那魔攻提高的話呢也是50% 但是你本身出戰的時候呢 寵物的自身物攻提高100100% 喔啊這邊的話也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啊 他這個東西是來到等級10才有的能力 我不知道等級1是多少 但絕對不是這個%數就對了 因為你看像我們的 我現在遇到的是我們的那個女僕嘛 我覺得運氣不錯 那時候弄到一隻女僕 雖然說大家都說玻璃比較好 但是反正現在就掛機而已嘛對不對 不要消耗就好了 我已經不想管那麼多了 欸劍血女僕我們傷害呢是1500% 但是呢你實際上我們拿到的話 是來到了420%而已 所以我們可能要升到10等這個能力 才能給他上去才到1500% 欸反正不管怎麼樣 有帶一隻寵物在旁邊 至少你沒有那麼孤單嘛對不對 我在這邊也不打算開分身了 好那接著是下一個 欸沒有還沒看完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幸運盲盒的部分 所以說呢喔你只要有抽到他就會保底會計0開始 然後你可以抽到的獎勵在我頭後面 是有機會抽到200萬 等一下 傳說品質保底獎勵 喔沒有沒有沒有保底是保底啊 你抽到傳說品質的話呢他會給你就直接歸零 可是他900抽才保傳說品質 那傳說品質的話還有什麼 給你10個寵物技能果200萬 然後跟寵物經驗數大 我還是覺得這個遊戲的機率真的是有點可怕 對真的是有點可怕 基本上你就是看你要不要花1萬把去買一隻虎王 那至於要不要繼續合上去 那真的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這個樣子 那這個可能就是看他有送的我可能就抽一下 沒送的就算了 那最後的話呢是三個都是禮包的部分 兩個禮其中兩個禮包我覺得還算不錯 有一說一 但是我覺得很像已經來的太晚了 值夠禮包特惠禮包跟精選禮包 來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遊戲內的部分 我們先講一個我覺得最無感的地方 是我們的禮包的部分 原本每天都在你來這邊點一個免費對不對 現在旁邊也有了 那這邊的話呢是可以讓你去買到卡片扭蛋券 然後是服裝扭蛋券 然後瓦爾基地守護Zenie 1650的話呢 4顆一張萬能的S加卡 8顆受祝福的礦石 8顆的話我這一顆是來到120塊 我今天要在這裡買8顆嗎 8顆960塊 其實硬要講的話整體而已 禮包的部分我覺得很像倒還好 你知道嗎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再來的話3290的話 是給你精靈魔法粉末 就是你進階要用的東西 高級精電自選寵物自選箱 我覺得你不如給這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受祝福的寶石 因為我相信初期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會 反而是這個東西 可能爸爸會很虧啊 可是我那種小客無客而已 反而我虧的是 少的是這個東西 少的是受祝福的礦石 然後的話呢 是S層卡自選碎片 集滿10個就可以自選 哇 所以硬要說的話 我每一天可以拿一張耶 只要我除32903的話 好 這個好 再說 我先 再看看 我其實硬要說的話 這個遊戲的課金 真的是蠻殘忍的 再來是這邊的特惠禮包的部分 這個禮包就還算不錯了 至少呢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 去買到黑金銀之槌 但是總覺得這個時候 感覺買特權 就變得越來越 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雖然說能便宜 當然是好事啦 那黑金銀之槌的話 原本你買到特權5 一根的話是來到80塊 那現在的話呢 一根是來到了60塊 如果你有的話 那這個遊戲 其實這個活動 我覺得他出的太晚 如果他早一點的話 我應該會全包 那現在的話可能再想想了 然後再來的是禮包 勇者禮包一樣啦 這邊一顆是240塊 五顆的話呢 是來到1200塊 1200塊只算你990 還送你Zenny 那你說這個相不相反 如果你真的本來就有要課 有要儲值的話呢 當然是會非常舒服的 沒錯 只不過還是要說 課金 適度課金 這個遊戲真的是有點殘忍 這是我看過有點殘忍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萬能明文 萬能明文的話呢 本來就是要用彩鑽去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不太適合 對吧 但是可能價格還是很便宜 但是我本來就用紅鑽就可以買到東西 現在用彩鑽去買 我覺得會有那麼一點點的小虧啦 好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金權禮包 這個地方呢也算是不錯的一個地方 主要呢 你用紅鑽 就可以去拉到我們的黑精靈之鎚啦 那黑精靈之鎚有多香 大家應該都知道 原本都只能用彩鑽買的東西 現在這裡可以買了 每日限供兩個 那我這邊呢 是有給他拉下來的 那再來呢是扭蛋服裝也是 你這邊的話等於是給你50 欸5抽 如果你買兩天的話呢 就可以10連抽了 如果他今天這個早點出的話 那個黑暗的什麼 我應該也會給他抽起來看看 真的是有點晚了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是受祝福的寶石 欸沒錯 你也可以用上了紅鑽就可以買了 不過這邊的話呢 價格就沒有那麼的實惠了 因為呢我這邊的話 彩鑽我記得換上去是1比1對不對 對啊是1比1的情況 我今天有特權5的情況 一顆也不過就是240塊 那就算我今天沒有特權的話 一顆也不過就是600塊的 600塊的彩鑽 600顆的彩鑽了 600彩鑽就可以買了 反正這個我反而覺得沒有那麼的划算 當然啦你用紅鑽就可以買 當然還是划算很多沒錯 但是以價格而言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香 但是本身你是中小課的話 這些禮包確實是蠻划算的啦 還是要說欸這個遊戲可能要想試度一下 我已經不敢講太多了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更新了 你覺得這一次更新有拯救得了這個遊戲嗎 我個人覺得可能掛機的話就舒服就好了阿尼 那這個遊戲一樣啦 如果你今天是爸爸的話呢 一樣會玩的非常非常開心 但是我現在說說我的心得就是 我今天課到這個程度而言的話 我就沒有想再繼續課下去了 因為會覺得永遠追不上來 對這種東西也不是不能說是遊戲的問題 這是我的問題 問題出在我我沒有辦法跟上這個遊戲的進度 那接下來該怎麼玩呢我可能就一樣慢慢的掛機吧 欸就不去做更大幅度的去追尋了 目前的話呢可能就是 月卡的部分先也不管他大概就是 以那個打卡片然後衝六星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弄出幾張卡片來 去拼卡測然後呢再去拼融合 這個部分還算是不錯啦 至少我想辦法弄到A級卡 我就可以往上去S卡 算是這個遊戲唯一 還能夠有體驗到遊戲快樂的點了 那至於未來的怪物 如果我等級升上去還打不動的話怎麼辦呢 那個就交給到時候的我再說吧 大不了就去打那種不會反擊的怪物嘛對不對 像是什麼氣泡蟲之類的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次更新有什麼想法呢 有一點可惜突然覺得這個遊戲 老實說啦我覺得他的手牌真的是超好的 如果他真的弄好的話或許是有辦法跟新世代 可能可以腳打新世代 手打手愛然後還有艾如在旁邊 可能都只能看著這一款望眉心態 但是呢我覺得這一次這幾次的更新 真的是有點可惜 我真心覺得有點感傷 因為他這個畫面在剛出的時候 老實說我真的是很心動 那封測的時候呢我覺得應該算是這個遊戲 最高光最高光的地方 當然還是蠻期待這個遊戲可以哪天突然轉念 因為我相信這個遊戲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他們一定能改 對但是都不放都不放下來 對都不放下來 也不是說我們要的是多少東西 我們也沒有要跟大客打 只是想要玩得舒服讓我成長有理 對你就可以下放金電跟強化 讓大家玩得舒服 你就下放Zenny嘛對不對 你這些東西你要刻 你再讓爸爸去刻 我覺得就好了 不要連那種基礎的強化 都要讓我們去花錢 都要玩得這麼這麼的辛苦 現在從中唯一能找到的快樂的話 大概就是只有卡片的地方 你說強化嗎 Zenny不夠沒辦法強化 你說金電嗎 沒有那個保護石不太可能 你說他有給嗎 沒有他其實也有給的 只不過給的有點少 如果已經是無課 無課小課的話 是真的有那麼一點點的不足 這是我個人的心得 當然每個人的想法一定不同的 我是PFI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下 3 2 1 拜拜